今天这支影片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在你的音调准的情况下把你的琴弦张力调松或者是调紧 那为什么有这个需求呢 我想有些人在弹传统曲按音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有的时候按不到你要的音准 尤其在低音的地方有的时候拉按到都三度的按音或是密按到收这种比较远的按音 你按不到你要的音准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琴弦太紧也有可能你一用力轻轻一用力这个琴弦就过高了 你要的音就过高了所以学会调整琴弦的张力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力量去调整你需要的张力 那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me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琴码在这里 如果我现在me要按到收但是我力量不够 我可能会变成这样子 我得非常非常用力 然后全身都僵硬了 才按到了收 但是得不偿失你全身都僵硬了你已经谈不了接下来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明了你的琴弦张力已经超过你可以负荷的范围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琴弦张力条松一点点 但是它的音准仍然不会变 那怎么做到呢 你的琴弦越长音就越低 你的琴弦越短音就越高 我这时候说的长短是指你的琴码到你的前乐山的这个距离 就像你调音的时候 这个音低了你就会往右移 这个音高了你就会往左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音低了你要把它变高 你得把这个琴弦缩短 它的音才会变高嘛 那这个音高了你要把音变成低一点 那你就得把琴弦延长了 所以把琴码往左移 你的琴弦长度就长了一点 这个就是运用这个琴码来调音的一个逻辑 所以现在同样的我们还是要运用这个逻辑 然后搭配上你的这个扳手来转你这个弦的松紧 这两者之间搭配在一起 用你就可以在同样的音准上来改变你的琴弦张力 好比如说这个是me 现在它的码子在这里 好我想按到so 距离收 还有好远 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按不了了 我想把这个琴弦条松一点 怎么办呢 我可以把这个琴弦条松 用这个扳手对吧 OK我们调松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 现在这个me偏低了 那怎么办 要把它调回正确的me嘛 有的人说那我再转回去 那转回去其实不是又转紧了吗 所以调松了之后 看着你的码子 你的琴码往右移动 把这个琴弦变短 这个时候它回到了me 但是你的琴码已经从这里 左侧大概1到2公分的距离 挪到了右侧 但是它依然还是me 这个时候你的琴弦已经比刚才松了 所以你有几种方式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先用扳手把琴弦转松 然后再挪这个琴码 你也可以说我先挪了琴码 我再把琴弦转松 它的逻辑都是那一套逻辑 但是顺序可以是倒过来的 你可以说我现在这里有好大一块空间 我就想往这挪 比如说这个拉 琴码在这里 我往右挪了一点 现在拉变高了 好我再来把它转松 往我自己的方向转 转松起码位置改变了 往右走了 很容易就能按到兜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琴码放得越右边你的琴弦越松 放得越左边你的琴弦越紧 现在更松了 OK我用一样的力量现在按过头了 我只是要收 一下子就过头了 说明这条琴弦其实对我来说现在太松了 那怎么办 好吧我再把它转紧 转紧一点一样 你想把这条琴弄紧一点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它转紧 对吧 所以我们把它转紧往哪转 往前 转多少呢 你自己感觉 我想再转多一点点 好 现在这条琴已经不是咪了 它比咪还高了 因为我把它转紧了 那怎么办 我需要咪啊 我再转回来 NO 真的有人再转回来耶 那你就白忙一场了 这个时候就用你的琴码 来调整你要的音高 所以它太高了 我们要把它变低 变低我只要把焰住 把我的琴码往左 然后做点微调 把它调准 现在它张力就回到我想要的这个 刚刚好的张力上面了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当你想要转松或是转松 转紧这条弦的张力的时候 你的琴码势必是要往右移 或是往左移 那你需要一定的空间 那旁边的琴码可能会挡住这个空间 所以你有可能只想调整一条弦 但是必须调整它周围的其他弦 那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那当你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其实说明你那个琴的张力 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的琴码可能挤在一起了 通常你的琴码挤在一起了 很大程度代表你的琴弦可能大部分都太松了 你就有可能需要整台琴都做这个张力的调整 那就是一根一根弦来慢慢练习 那么学会调整琴弦张力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随时去关注这个琴弦的张力 可以保证你的琴的音色一直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它不会因为你谈了几个月几年 你的琴弦全松了 然后本来是一台很好的琴 一个专业级可以上台的琴 然后因为你没有整理它 可能半年一年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台跟初学者用的琴 差不多的音色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学会调整琴弦张力 是一个绝对需要学的技能 它就跟调音一样的重要 我现在就会变成一台阶段 我现在就会变成一台阶段 我现在就会变成一台阶段